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金节 今天我们请到的奖机嘉宾是我们的职业棋手彭拳棋段 彭老师您好 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由朴婷环直白对战Master一盘棋 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棋局 是Master之黑 韩国的条件环是白起 对 那也是腥味 下了一个普通的二连心 中国流 对 然后主要是想给青梅讲解一下 Master的独特的布局构思 我觉得 让球们感受一下之前 大家不是传统的那种布局方式 希望大家有所帮助对大家的体力 像我们人类好像研究中国流的时候 也是会选择这个定式 对 点脚是一个很普通的定式 在近代流行以后下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黑棋都是搬下去 跟白棋做一些纠缠 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个变化 然后我们主要是来讲这一步棋 这步棋我觉得非常的有特点 就Master下 之前有人下过这步棋 请不知道 下围棋一路之差 这个是插之千里 主要它下到这里以后 白棋也是可能会上方的在脚上补棋 那这样的话它再跳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一条边 它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大了 因为它这个子放在这里 白棋就是好像就可以接受让你围了 因为它这边挂脚进去的时候 当高挂进去的时候 中国流这边它就 白棋就容易能够做活一些 所以它下来这里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 当然了我不太确定 就是朴廷环为什么还是下来了上方 可能对这个Master不是太了解 我当时觉得朴廷环现在是唬了一下 对下了一个最最普通的棋 其实这个棋当跳起 在它被黑棋跳起来的时候 我看基本上其实我就感觉到 特别是它后面的一些连贯的套招 套餐就会让你感觉压力山大 压力巨大 非常的痛苦白棋 其实这时候我们看到退录 其实是有坏处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如果我们同样打入的话 请问会看到这地方 有一个拆二的余地 有个拆二的余地以后 这个打入的这个子 就其实比较好活 请问知道 如果你再出来跟我对弓 我就跑路了 我就可以就地做活了 如果在这就不一样了 请问看你总不能这样拆 这个子小太低了 所以说其实它走之后的时候 白棋是我个人觉得 是可以打下边的 破坏下边其实是不觉得当务之急 我觉得这款棋 其实上面那个虎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 也稍微有点缓 没收成常规 它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子的明显的区别 其实如果我们给亲们看到 如果把这两个子拿掉的话 如果把黑的先摆一个这个造型的话 我相信很多很多棋友们都会在这手脚 对 直接限制黑棋的这个发展 因为这不其实太明显了 下部肯定挂挂要扩张这个模样 其实这两个子是一个幌子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其实你接受打入的话 跟刚才手脚就是差不太多了 所以这一步之差 平准挂非常常规的吐在上面被跳起来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黑棋的模样就感觉非常的生动 这个效率还挺高的是吧 对对 主要你顶不了了 这些都走不了 你如果普通这样下的话 它这样一个压过来 非常其实压过来 我们看到这个子 这个地方太大了 而且主要你要打入的话 上面那个中国流就成空了 这边挂脚 你现在没有空挂脚了 好 现在白棋是飞到这 对 飞到这 然后下两步又让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觉得这步棋绝对是有人下的 当时的很多前辈 很多高手们都是先手便宜一下的 不得扩张忙 但是下一步棋很少很少见 下一步棋是走在了 对 它就是非常笨拙地往前推 对 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个人好像憨憨的 好像 他怎么这样 因为 以前我们学习都是下这下这的 这回非常清零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由于它这个子在这里 请问大家注意就是 它在这里以后这个地方 白棋说白了 它咬牙打进来肯定是不会死的 因为你那么宽 所以它现在不下这么清理没用 对方肯定是要在这地方做文章 不肯让你全围上 它下着就非常的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这地方它有一些借用 我们看到白棋主要是不能这样下 我们看到如果这样的话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全部看你这样推的话 你这边看起来很大 全部看我们这边也挺胖的 然后你再看看对方 对方比你胖多了 身材好像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说你是推不动了 但推不动以后它就能推你了 而且我们看到如果你打入做活了 它这个子是有用的 不管它以后飞 甚至这个冲锻的借用 甚至就这么非常简单的往前推进 它都能压制你的左边 所以这步棋下完以后 我相信朴林华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就这个时候 我觉得下步棋非常非常的难下 就感觉必须要破这块了吧 对 破是一定的 就是悬点的问题 悬点问题 主要是它这步棋已经先摆好了 这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子 非常的合适 如果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 由于这地方打入 它可能就可以推了 在这里它推不动 它得重新去构思 有这样一个差异 对 它这个属于一个连环式的连环犬 连环套餐 但是你当时不注意了 你不会有那么深刻的认识 你会觉得它好像下的也是普通的气 好 现在朴林华的悬点是打在这 它也不敢再生了 是吗 对 这步棋其实让我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这步棋可能又是 我可能觉得又是一部疑问手 这个 我们看这步棋的它目的是让黑棋五位马上往中间逃命 这样的话 黑棋肯定就潜力就化为乌有了 但是黑棋是绝对不可能五位的 关系是为什么说这个地方难处理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它最难处理的一点是 右边我们看右边黑棋的模样 它也很庞大 就是说它的下边它的身材很胖 是个圆形 这边右边的还是一个圆形 就是你要顾及到两边 这个非常的痛苦 这个气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现在来看呢 可也许 也许那个顾右边可能好一点 这个可能好一点 就是它放弃下边 就下边你这样围当然舒服了 那我就不要了 就是我们放弃下边 让你成孔降的话 我们看右边肯定是黑棋就围不起来了 它这步棋呢是注重下边 关键是实战的一个连环招法以后呢 黑棋又迅速的我觉得占据了主动 就下得非常的华丽 主要下这款感觉安全一点 首先不会被攻 这个点啊 就是能够照顾一下这边的模样 首先黑棋不肯再推这边 推这边这边我们还是下来 那这边就小了嘛 就它肯定是正常围这边 然后我们就算了 实际上这个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Masco的这个 对连续的那个好手 这部棋看起来 是一个 请我们看完 这什么意思嘛 跳起来 你不是凑我一跳吗 我挺开心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会继续飞 对当他再压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内心是崩溃了 白棋 关键是这时候就哭了 我们看到你再往前走 你也许这时候挺开心的 我们说不是突围了吗 全部说 那你突围完你再定眼 看右边怎么办 全部看到 右边黑棋的这个模样 现在好像也不是模样 已经全部都成实困了 基本上 我觉得打进来很难活了 我觉得特别是右下方 右下方这里打进来很难活吗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活了 看起来这么空 如果说这样就撑起来的话效率太高了 他关系这个中间太强了 他这样可能也行 甚至是再压也行 就你不能往前突围了 你只能往下寻求做活 然后他刺一下以后 又把你包进去了 对 我们都知道下围棋 球门一定要注意的是 下棋我觉得特别是布局 我告诉球门一个特点 就是最好不要把子都挤在一起 我们看到很明显 黑棋下得非常的华丽从容 而相反白棋 很明显这一大团子挤在了一起 那他这个就看起来比较笨重的下法 实际上他不是把子挤在一起 他不是 他因为他有后续的手段 而且我们看到他没有损 是同样的损控 我觉得主持人问得非常好 他确实也是损了一些空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空和右边那些空 大家看到身材是不成比例的 就是他带来中间的效益会更大 对 他只损了这些空 很明显这地方大概十几目棋 我们看到白棋如果去撞伤 黑棋的话 右边恐怕不是十几目的问题 恐怕是肉眼看枪去至少有四十目 所以说同样的就互相抵消 大家都没有空 但是后方就不对了 后方你这里能为多少 全部看都看得出来 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把子都挤在一起 这个子效会非常 效率很低 对 然后这盘棋呢 就是我觉得因为右上方那个225以后呢 条件的话莫名其妙就被 那个Master那个 布局上就拉了一块 对 就是这个火 然后就让它布局在速度上一下就 对的 一下就它就飞起来了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善于 Master非常善于在布局阶段 提高自己的效率 所以说其实很多Master棋局 它都是布局没几十手就积累了很大的优势 对 让人后面就好像喘不过气了一样 对 我们看到Master的棋 很多高手跟Master下的时候 现在最主要是不知道Master的后面强不强 我个人觉得 因为你跟它下不到后面 你前面已经 前面就已经 已经垮掉了 我们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挖已经就是一个拼命的下方 正常刚才如果长沾的话 这块棋肯定是弱了 但是右边就不能看了 所以说它只能是勉强作战 但是我们看到从棋底上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跟黑棋大打出手 全部看到我觉得你自己恐怕都是内心都是崩溃了 那些都没有什么信心 应该是没什么信心 因为全部是黑子 对 你没有道理打得过对方 这一团白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眼位之类的 不是 就是说你要打得过对方 好像感觉是对方可能力量不如你 或者是棋力上明显有差距 如果正常的话 应该是你应该要陷入苦战了 因为黑棋可以下很多那种类似的抢手 他只要能撑住 你全部是身线重围 我们看到这些子这些子上面又上那些子 白棋的援均全部接应不上 打架的时候黑的子全部都是有用的 那这盘棋我觉得整个布局master就已经非常快的 再短短的20多手就已经拉开了一个距离 对 我觉得这盘棋真正可能要总结的 我甚至觉得是白棋的14手 是这一手 非常普通的下定式 其实这部棋非常的有内涵 对 现在master是选择在这个位置 对 当他把你堵上的时候 其实这盘棋白棋的整个的机会 我觉得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已经不多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棋都没有用 如果你下一些手筋 这非常的悲剧 这个是非常华丽的手筋 然后当你从这儿冲的时候 然后一棍上去 然后弄完以后我们就哭了 因为发现蒸不掉 正好那地方有个棋子 我们听不看就蒸不掉 但你一旦蒸不掉 我发现你这些全部都死在里面了 就是不是死一点的问题 全死了 就是完全解不了套了这个棋 关系你现在弄到脚上也不行 全部看你活着脚上脚这三个被干掉 你这个大块在里面 你这个阻力部队在里面 你那边就要把它全部破光也没用 右边 因为你这块就肯定不能死了 你也先保这块的命 活这块 那你活这块这边肯定忙不过来 就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 好 我们看看这个局部 朴年环大概下场了什么情况 他想了半天他只能是棋子 朴年环非常的无奈 这个棋 对 他还下的是 因为刚才我们给全部介绍这个蒸子不利 所以他只能是这么下 对 然后吃 然后他就蒸不掉 就加 然后把黑棋 对 正好快一点一去 他就把这个打拍掉 吃掉 白棋靠在这 那这个白棋最后死掉了吗 我觉得小围棋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其实当他压的时候黑棋已经可以把这块干掉了 如果他不去搬 六十三不去跟着他硬 这个是吧 他如果再加一道这块棋肯定是没有 但是他觉得右边更大 就是真正的高手他不需要吃你 然后你就已经不在了这盘棋 因为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走右边呢 这个时候他走右边棋盘会变小 对 你必须得去苦活这个 自己的大龙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手法肯定都是 全部看到内心都是在流血的 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全部看到脚椅不在了 是 这损的太多了 然后 好不容易告一段落 现在这个局部就定型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算一下总账 给全部简单看一下 这个地方大概是个三到四亩 就是四到四亩多左右吧 然后上方呢 我们看到是个七到八亩的实控 也就是十二亩 这块棋根本就不能输控 人家还没吃你 没弄你就不错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 这个脚由于已经垮掉了 这个地方大概也就是五六亩 就是全盘的黑白棋非常可怜的 好像二十亩都不到 然后黑棋这种挂脚以后呢 这两个子如果他一手起 那么这个地方给抵消掉的话 我们看到呢 二十亩棋对于黑棋来说啊 他光这个角以后公理一下 只能搬一搬走一走 光这个角就二十亩了 嗯 然后右边这个边怎么也得十几亩 嗯 然后这还有几亩 然后中间还是他的铁壁 然后由于你就快不活 他公理的时候你你还得那个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空的对比的话 是什么数字比什么数字 基本上是二十对接近四十 黑棋四十对你二十 就已经是盘面二十目了 就如果这边能够打个平手的话 就黑棋不要亏损太多的话 已经接近盘面 已经盘二十了 接近二十 而且呢这个盘二十 球门看到是非常的可怕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有一个大部队没有活 对只是对方没有动 只是对方没有动手吃你啊 也就是他把你留着 有时候说实话下围棋 你活着 被杀掉还可怕 因为你活着的话 你有你别的地方受牵制 你真的有时候走死了 棋丸子可能还解脱了 可能还能下数学拼命的棋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盘棋呢 其实到现在 朴婷环这个前门盘 已经是非常的惨不忍睹了 现在是摆到81手到这个挂脚 81手 这时候朴婷环其实已经不行了 那么后面呢 可能也不能给观众继续摆到 那康老师 你就给我们简单的再把这块总结一下 肯定环是怎么陷入这个局面的 我觉得他陷入根源 落后根源的是14的22虎 就是这一手 这边一定要打入 因为他这边摆了一个大飞 并不是超大飞 一路至少 由于这个边太大以后 我觉得后来他好像是20吧 这个打入也有问题 打入破这个下边这块空 好像旋点又出现了问题 其实好像右边比下边更大 由于两个决策性的失误 导致了这盘棋 早早就陷入了困境 那盘20的话 对这MASTER 确实是不可能再逆转了 好 那这盘棋的精华呢 我们就摆到第80手左右 好我们下期再见